今天我們要來到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喔 之前寵物流行話有帶大家去參加過一些狗狗的聚會啦或是貓咪的 但是今天我們來到一個非常不一樣的聚會 是什麼呢 是爬蟲類的聚會喔 所以今天在現場的所有朋友都是攜帶爬蟲寵物參加 不是狗 也不是貓喔 全部都是冷血動物的爬蟲喔 當然呢 主持人今天也帶了我家的寶貝來參加 YA 看看 還有我家的小朋友 這個呢 就是阿富汗象龜 就是俗稱的四指象龜 因為它只有四根手指頭 那這個呢 就是上次採訪過李孟哲先生的亞拉瓜象龜 但是因為牠還小 所以還可以帶出來放一下 等一下呢 Mia還會介紹很多牠們的好朋友 給大家認識喔 趕快跟著我走吧 走 哇 地上到處都是爬蟲動物 有蜥蜴 烏龜 青蛙 還有巨大的蟒蛇呢 這麼特別的聚會 我們趕快去看看還有哪些爬蟲類動物 這些獨特的寵物又有哪些特別的地方呢 你養這個綠蟹是已經養了多久了 我養四年多 四年喔 是從小嗎 對 我從小時候大概 穩鋼長大概七公分的時候 七公分才這樣 對 小小的時候 然後養四年變成這樣子 你知道嗎 那養這個的樂趣到底是什麼呢 養爬蟲的話牠不會很吵 而且牠也不會說花費很大 因為狗飼料現在比較上漲 牠可以隨便摘個青菜啊 我們人可以吃的青菜 稍微注意一下 那個菜單一下 牠就可以把牠照顧得很好 其實啊 很多人都主要養 哺乳類動物 像狗啊 然後什麼都認人 其實牠從來也都會認人 牠在牠身上就很乖 剛才跳我身上就 真的是 所以牠會認人對不對 牠喜歡在美女身上爬 意思就是說我不是美女就對了 不要那麼多了 牠喜歡在美女身上爬 哎呀 咪雅 牠是喜歡妳 才會在妳的身上爬來爬去的 綠獵蜥聽說可以長到 超過兩百公分喔 而且個性溫和 用蔬果就可以餵食 顏色又鮮豔 所以非常受到歡迎喔 Candy 妳好 我看到名字了 可以嗎 這些都是妳的蜥蜴嗎 對啊 目前妳只有養這三隻嗎 沒有 總共八隻蜥蜴喔 對 都是妳一個人照顧 對 所以今天怎麼只帶三隻 因為照顧不了 都這麼大了嗎 有一些還是寶寶 那妳大概養了幾年了 大概快兩年了 所以從一開始都是養雞類的這樣子 對 那一定還是要跟大家說一下 樂趣在哪裡 為什麼會喜歡這個爬蟲蟲物 就是牠們看起來很可愛 而且不吵然後又乾淨 而且不會有體重 看到嗎 我們Candy是位美女喔 牠覺得說這個很可愛 你們覺得很可愛嗎 可愛嗎 可愛啊 很可愛好不好 沒想到這位美女養了這麼多隻 不同的蜥蜴 真的是讓人覺得很佩服 而且牠還幫每隻蜥蜴 做精心的打扮 你看這隻蜥蜴的牛仔造型 是不是讓人覺得牠非常的可愛呢 接下來又發現了小鷹的好朋友 灰鷹 但是很兇啊 沒有很兇 今天不是爬蟲聚會嗎 妳怎麼會帶這個鳥類 因為寵物本一家 對 所以其實鳥類也算寵物嘛 牠也是嗎 這是金金 這是辛迪 真的牠脾氣很好耶 牠也會養人 真的今天就 不管是 養什麼寵物 就算牠會咬人 好可愛 可是牠不會咬我 好啦 因為牠是你的寵物 不管是養什麼寵物 鳥類啊 烏龜啊 蛇啊 等等的 其實都是寵物 所以既然要養牠 就不要隨便棄養 要養牠蟲類寵物之前 一定要考慮清楚 要養這個小鳥 也一定要先知道牠的脾氣很差 沒有 就是我要補充 要養蟲之前一定要先做功課 然後你要確定 你真的有辦法愛牠一輩子 再去養牠 不要只是一時的興趣 對 不要因為興趣 要記住喔 愛牠 就要養牠一輩子喔 這麼可愛的鸚鵡 一定會讓大家捨不得棄養牠 會去好好的愛護牠 不過牠在蜜雅身上爬來爬去 快把蜜雅給搞瘋了 我們趕快再去看看 這次聚會還有哪些 驚奇好玩的寵物吧 另類爬蟲寵物抽現了 看到沒有我手上的這個呢 就是球蟲 是主於蟲蛇類喔 來訪問一下牠的主人吧 你好 什麼稱呼 我叫AKK AKK 你好 這些都是你的寵物喔 都是我們家的寵物 就是球蟲 這個是玉米蛇對不對 對 玉米蛇 你養牠們養多久了 我大概一年就不用 是從小養嗎 對 從小開始 是從幼蹄帶到的 所以一年就可以長這麼大 對 哇 那平常呢 都怎麼照顧牠們 牠們的環境有什麼不一樣 環境其實很簡單 就主要是風光 然後可以 球蟲的話 比較需要潮濕的環境 那玉米蛇也是需要放水門 對 牠們在脫皮的時候 需要比較高的濕度 來幫助牠們脫皮 喔 那養這樣蟲蛇 對人來說最大的樂趣是什麼 第二處的話 其實我可以讓我收到的人 去瞭解蛇 然後牠們就是 會不會熟會熟 其實很多朋友啊 就是看到這樣子的蟲蛇 都會覺得說 星期 然後或是好期 就會想要飼養 你要跟大家講一下 蟲蛇牠可以長到多大 就是蟲蛇牠從小型的話 可以是一公尺多 然後大的其實三四公尺 甚至到七八公尺多 我可能看品種 對 那這個球蟲會呢 球蟲的話 最大可能就1.5公尺左右 因為牠們是屬於小型的蟲蛇 所以要養蟲蛇是要挑品種 球蟲呢 大概只有1.5公尺還可以養 但是如果是養巨大的蟲蛇呢 可能會把家裡的小狗吃掉 所以一定要考慮清楚 再決定要不要自養爬蟲喔 哇 又是一位很厲害的女生 養的寵物居然是蛇耶 我想一般女生應該早就嚇跑了吧 看了這麼多的爬蟲類 是不是覺得很過癮呢 聽說等一下有烏龜賽跑喔 我們趕快去看看吧 我也要來參加烏龜賽跑 賽跑的艾龜 我已經養了牠第10年了 給我10年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 主將 今天要來烏龜賽跑 加油啊 請這艾龜 請放在紅線上起跑 記得喔 不可以拖拉牠喔 不可以拖拉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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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名出現了 第二名咧 第二名請跟在紅 超級的 哇 第二名出現了 來 給你掌聲謝謝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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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壓你10年 你爬都不給我爬 你什麼態度啊 快 加油 回家不給你飯吃 走了走了走了 有動一點點 緊箱在後嗎 難怪你叫緊箱 好難怪喔 這一根舞上不行喔 新規你看兩隻新規喔 生氣了 比賽都已經過了3分鐘了 大家都已經跑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剛才走了40公分 所以呢 我等一下去下面吃個飯喝個飲料 再回來帶牠 欸 別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裡 我爬 我爬 我用力的爬 在主持人的一聲令下 所有的烏龜都奮力的向前爬行 唯獨米亞的烏龜 似乎不太想比賽 所以只能看著別人的烏龜 一步步爬向終點囉 剛才讓大家看到的 不論是蛙類或者是蛇類或是蜥類 其實都是用國外進口的 但是呢有沒有看到 米亞手上這兩隻 這是屬於台灣的原生龜種喔 是屬於我們台灣本土的啦 本土的有沒有 這個呢就是呢 我們俗稱它為食蛇龜 但是它並不是真的吃蛇吧 但是我們都會俗稱它食蛇龜 其實它是屬於香龜的一種 中間有一條線有沒有 當它遇到危險的時候啊 它會整個縮進去 把自己灌起來 完全就像一個香子一樣 所以呢是屬於香龜的一種 但是因為現在呢 它已經習慣人類了 所以並不是那麼怕人 這是屬於台灣的原始物種喔 那這個呢就非常的珍貴啦 這個也是屬於我們台灣的龜種之一 我們稱它為金龜 金色的金 有沒有 但是呢因為這樣的物種啊 其實以前在台灣呢 很多地方西邊都是可以常見 但是因為環境受到汙染的關係 再加上人為的破壞 所以呢要遇到這樣子野生的金龜呢 機遇已經非常小了 所以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要好好愛護我們的環境 不然呢我們台灣的原始物種 就要絕種了啊 辣炸 先生 請問你是自覺分補嗎 我在挖動自己跳 www www